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东海岸的海滨寓所走出来 他刚刚度过六个月的失业生涯 现在在顺流而下的最后一幕 扮演多米纳克医生这个角色 他明白 一周四棒的薪金 是不能使他再发财的了 但是一想到终于又获得了工作 他的举止神情就轻松活泼起来 他走到鲜鱼铺的前面 端了一端他的单片眼镜 戴着淡淡的笑容注视一只大龙虾 多少年不吃大龙虾了呀 然后他顺着街道走去 在一家成衣铺前面又停了下来 看到橱窗上的针毛货 他马上想到要再穿穿这样的衣料 但是印在橱窗上的 却是大战爆发前那一年 参加马迈杜克蒙特维勒演出时 弄到的他那身退了色的棕色衣服 在这座该死的城市中 阳光照着他衣服上的线缝 扭扣眼肘部和膝头 很强烈也很刺眼 不过印在橱窗上的 一个长期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人的英姿 架在柔和的棕色眼睛前面的优美的眼镜 和他在1912年参加教育西蒙演出得来的 雅致的丝绒帽 却给了他一丝淡淡的美感 他站在橱窗前面 脱下帽子 露出他头上的新玩意儿 一柳白发 这是一宗财产呢 还是一生结局的开端呢 这柳白发从右额头向后弯进去 显著地夹在黑发中间 就在他自己百看不厌的 那张阴暗的脸庞上面 他继续向前走 发觉一张熟悉的面孔 从他的身旁掠过 一转身 看着一个矮小的衣冠楚楚的人 也转过脸来 一张又红又亮又圆的脸 凯斯特 对了 就是你 从你离开辽阳所以来 还没有碰过头呢 你记得我们演 哥塔格兰姆伯斯的时候 多有趣啊 我其实真很高兴见到你 你在这里干嘛 走 我请你吃饭 这个人就是布列斯格里恒 南海岸疗阳所娱乐界的 阔东家和灵魂 嗯 好吧 凯斯特稍稍拉长声调 慢吞吞地打道 其实他心里很痛快地对自己说 可以大吃一顿了 我的乖乖 两个人并排走着 一个是蓝绿的别致 另一个是衣冠楚楚 胖乎乎的一团 来过这里吗 咱们进去吧 菲利斯 给我和我的朋友凯斯特先生 来鸡尾酒 饼干涂鱼子酱 凯斯特先生在这里登台 你们一定得去看看他的戏 给他们端来鸡尾酒和鱼子酱的女士 用他那双蓝眼睛 打量了一下凯斯特 眼光中充满了兴趣 好极了 他不知道凯斯特刚刚度过六个月的失业生涯呢 凯斯特 把你的鸡尾酒带上 咱们到那个小房间去 那边不会有人的 咱们吃些什么呢 大虾好不好 可以 我就爱吃大虾 凯斯特喃喃地说 这房间很好 很宽敞 进来好吧 凯斯特 碰见你真太叫人高兴了 你是我们曾经有过的 唯一属得上的演员 谢谢你 还好 凯斯特答道 这时他心里想 这家伙是不容用的半瓶子醋 不过人还好 请坐 糖果 来一只又好又大的虾 一盘色辣 另外呢 一小块牛排 加上炸的脆酥酥的土豆片 一瓶我喜欢喝的白葡萄酒 还有 来一盘甜酒蛋卷 多放点糖和甜酒 房间里摆着两张小桌子 他们两个人站了一张 面对面地坐下来 祝你食蕴亨通 布列斯格里恒说 食蕴亨通 凯斯特答道 这时 鸡尾酒咕噜噜地 滚下了他的喉咙 发出了回声 食蕴亨通 你觉得 近来戏剧下的情况怎么样啊 这个问题 问得郑重下怀 简直糟透了 凯斯特慢条斯理地说 真是糟透了 布列斯格里恒说 我觉得是缺乏天才 你说对不对啊 凯斯特心里想 缺乏钱 凯斯特 你这一阵子演过什么大角色吗 戈塔格兰姆博斯里面 你演得太棒了 没演什么 这一项有些松懈了 他的裤腰碰碰他的肚子 好像也在发出回音 松懈 菜来了 凯斯特 凯斯特吃不吃虾钱呢 谢谢 什么都行 这时 凯斯特心想 吃吧 一直吃到肚子发胀 压迫酷腰 发出警告为止 多么丰盛的一顿好饭啊 凯斯特突然滔滔不绝地 大谈戏剧音乐和艺术 他那个矮小壁俗的东道主 把眼睛睁得滚圆 不时地发出惊叹声 这些显然大大的鼓舞了凯斯特 凯斯特 布列斯格里亨突然叫了起来 你有白头发了 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呀 我对白头发很感兴趣 我们这话 你可别怪我冒失 凯斯特 这是突然有的吗 不 这是慢慢长出来的 怎么回事呢 有一句话 已经滚到了凯斯特的唇边 你挨挨饿看 可是这时他回答说 我也不晓得 哎呀 我觉得你那流白发好极了 再来点蛋卷吗 我常想当个职业演员 有像你那样的天才 过过演员的生活 哎呀 一定美极了 凯斯特 吃吃雪茄吧 难怪 来咖啡雪茄 今晚上我要来看你的戏 你在这里 总得待上各把星期吧 凯斯特没有回答他的话 寂静 是凯斯特的视线 是凯斯特的视线离开他不断喷涂着的烟圈 布列斯格里补 布列斯格里衡坐在那里 嘴唇微微张开 闲着雪茄烟 他那像小原石般明亮的眼睛 盯住桌布外边 接近地板的什么东西 是他烧着了自己的嘴吗 布列斯格里衡的眼皮跳了几下 望望凯斯特 像狗一样的不安的甜甜嘴 然后说道 我是说呀 老兄 你别把我不当人看 你手头真的很紧吗 我是说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你就直说吧 咱们是老朋友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 又一次 布列斯格里衡的眼睛 睁得滚圆 注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 凯斯特的眼光 跟着扫了过去 悬在地板上空的 是他那只破靴子 因为他翘起腿坐着 这双靴子 在离开地面六英寸光景的空中摆动着 已经破了 两道裂缝横在斜头和鞋带之间 对了 凯斯特自己明白 那是他靠扮演傻瓜一剧中 贝蒂卡斯戴斯得来的一双靴子中的遗志 那是在大战就要爆发的时候的事 真是一双好靴子呀 而且这是除了他现在精心保护的 演杜明纳克医生用的靴子以外 唯一的一双了 凯斯特的视线 从那只破靴子 移到布列斯格里衡的身上 看到他头发梳得光光的 带着关注的神情 凯斯特 凯斯特苦笑了一下说 不 不要 谢谢 干嘛呀 没 没什么 我只是偶然想起的 布列斯格里衡的眼睛又一次的 可是凯斯特已经将他那只脚放下了 布列斯格里衡赴了仗 站起来 老兄 对不起 我两点半钟还有约会 见到你真太高兴了 再见 再见 凯斯特说 谢谢你 现在只剩下凯斯特一个人了 他手托着腮帮子 眼光透过镜片 落到了喝光了的咖啡杯中 现在他是单独的和他的心灵 他的破靴子 他的未来的生活在一起了 进来做些什么呢 凯斯特先生 没做什么 当然了 我几乎什么角色都演过 这很好 你可以留下地址吗 目前恐怕还不能说定 我 我倒愿意拍拍试试看 或者让我先看一下台词怎么样 谢谢你 我怕我们还没有考虑的那么多呢 还没有 那好吧 将来你总会通知我的 凯斯特可以看到他自己眼睛 瞧着居院经理 天哪 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眼色 美极了的生活 求 求工作做 一生尽是等待 求人深沉的抑郁和挨饿 这时 侍者轻轻地溜了过来 好像就要收拾桌子 得走了 那时 两个年轻的女人已经走了进来 就在她和房门之间的那张桌子的旁边坐下 她瞧见他们在看她 她的灵敏的耳朵听见他们在续续的低语 没问题 是 是在最后一幕 你瞧瞧 她那柳白头发 哦 对了 对了 不就是那柳白头发吗 不就是她吗 凯斯特挺起腰板 微微一笑 端了一端她的眼睛 他们居然已经认出 剧重的杜明纳克一声就是她了 先生 您不用什么了吧 我要收拾桌子了 当然 当然 我就走 凯斯特挺挺身子站了起来 那两个年轻的女人抬头望望她 凯斯特神态英俊 带着淡淡的笑容 从他们的身子旁掠过 尽力不让他们看见她那只破靴子 刚才播送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高尔斯华隋的短篇小说 一只破靴子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中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